所以大概是這樣的方式一路走來 到第三年到第五年的時候我們就發展了很多 從那個福利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開始送餐 93年我們就送餐 開始在做產業的時候就是送餐 這個成立的時候 送餐之後 然後第二年的時候我們就發展 第三年95年94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有獎學金的提供 我們獎學金就在這邊有牧師 有連線的老師 我們會請校長 然後就我們這樣 成立一個所謂的評審委員 我們這裡也有評審組 然後一排部落的小孩這樣 其實通通有講 我們第一次在辦的第一年 沒有人來申請一兩個這樣 原來他們的成績都不好 我們用獎學金 他們以為獎學金都要成績很好 我們現在去改助學金 不會用獎這個部分 我們看到的 來這邊通通有獎 然後這些小朋友 我們以前好幾年 大部分都在念大學 然後他們有獎學金支持的人 都會被他必須要回饋出房 他假日他只要有空 他只要回饋出房 就是以後就是 以便他下一次再申請的時候 參考的那個 對 我們都會這樣 就跟年輕人 就已經開始有在做 我們有在養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也會老啊 對 所以就開始支持 然後考上 先在我們一年的時候 就提供那個市立講 高中獎學金 因為市立的錢比較貴 現在我們已經發展到 住學金 然後 住學貸款 然後 其他就住 然後國中也有 國中高中跟 考上大學的應屆 我們會提供 就應屆考上大學的 對 然後我們今年 今年有一群 年輕人 大學生 已經開始成立他們的 所謂的生根青年黨 然後我們規劃明年 要帶他們到 最貧窮的 貝利賓的 Catigela 那個地方 去體驗一下 有沒有 去吃飯 因為我們講太多沒有用 到貧窮的地方去生 去體驗 然後回來 他突然會長大 真的 因為我也是去那邊長大的 對啊 就那個感覺 就我們有規劃 去修練我們一批的青年 因為我在 我常在想 我為什麼會流落街頭 那麼久 是因為 我不知道部落可以做什麼 對 部落也沒有什麼 我們這群人在這邊的意義 就是創造在部落 整個工作的模式 方式 方法 跟經驗 提供更多的年輕人 就有機會 至少他學的東西 他可以提早 可以知道說 我學這個東西 是要幫我的部落什麼什麼 他就會有想像 不然我們 這也難怪我們 我們在主流教育的框架底下的成長 好像是斷了線的風箏 一樣的 一出去都在外面發展 老死在外面 他不死於部落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這邊做了一些事情 這個經驗其實也是提供 可以給更多的年輕人 有機會可以對部落有更多的想像這樣 後來我們的產業發展 就是我們國外帶各位 那個我們還做不太多 昨天樂毅有說 你對社會企業的想像是什麼 我還不敢太多的想像這個部分 因為他跟部落的那個價值 其實是會有種 我們可以理解可以了解 可以善用 可是在我還沒有把握 讓部落的人很清楚 很清楚我們的價值的時候 這個東西我不太敢貿易 就在談這個 不然他都是 那個價值就不見 對 我覺得我一直在強調的是 我們在這邊貧窮 沒有太會賺錢的關係 然後一年才有一些人 舔那個 那個樂養人也沒關係 我們窮得快樂 窮得知道一起工作 那就好了 我覺得那是開始 對啊 然後他們也知道啊 他們會說 我們來這邊煮菜 為什麼 因為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在這邊 就是什麼都要做 我們下午你們離開了 我們還要到那個東海大學嗎 什麼都要做這樣 就一群人 我們只是覺得說 在資源那麼缺乏的 那麼偏遠的部落 還可以有一群人用這種方式生活 這個我覺得 比較值得驕傲的 他們也會說 我來這邊 他們總不會打電腦 打到什麼都會 那個昨天那個夜交 又那麼會講話 那個也是我們的驕傲啊 我覺得原來我們本來就是 在山上的農夫啊 或者是什麼都不會 結果 只能去做那麼多事情 這樣 所以那個 我要說的是說 就一個外來團隊 自善 這樣的一個單位 其實他剛剛開始也不是說 就知道那麼多 只是他有煩行力 他有學習 他也不斷學習 不斷調整 所以作為一個組織啊 進來一個不同文化的地方 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 對 就是特質 你才可以之後 在部落裡面 做出一個真正的公務器 這樣子 當初他只是拿兩百萬 而且他們的理監事會 本來就是想說 那你有災期嘛 原來他們錢本來就很多 就拿了兩百萬到 當我們錢到我們大安息 雙錢 只是做很簡單的喔 比如說 麻煩 也是發錢那種方式喔 一樣喔 也是發錢 就是 因為蔡英明就給他一點錢 或者是做一些 居服 就是請部落的人 對 請部落的人來照顧部落的人 那種方式 因為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做啦 可是他會不斷的學習 然後透過社工園 很奇怪的社工園 然後 他們 他們本來想說 就做完那兩百萬 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 可是後來就 對 可能是 一直看到有一群人 就在那邊做事 然後他們也跟著 就一直幫忙 好 也一直學習 一直在調整 所以 他們會做出不太一樣的 所以他們 他並不是很大的機構 可是他 我不曉得那一處 可能都有反省的地方 所以看到這個 他也在學 然後他們現在把 這樣的一個經驗 直接帶到南部 南部他們也很小心 因為南部 他們也是用那種方式去進去學習 對 他們都在那邊學習 學習也是一樣 從那邊 從吵架開始 討論事情 對 所以我大概 大概就自善的部分 看就是 各位老師 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直接提出來 這樣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大概是這樣 自善的內容 就剛剛你講的話 就是 來這邊 發個錢 然後就 剛剛開始 剛剛開始 真的是這樣 沒有做什麼 就是派了一個社工 還買了一部醫療車 對 他們就很簡單 就這樣可以 那 裴力就是 你開始 從你開始 不是 不是我開始 他一定有一些 他一定有一些 對 部落就是 阿代是最早期的 我不是最老的 阿代我們主餐那個 就請他來幫忙 醫療接送的那個 送病人的那個 什麼 車 車長 對 服務的 對 就是這樣的開始 是他 有很多 可是也有很多 就是我覺得 不想做這樣的事情 他會有一個自然的篩選 那一直到我 可能我不知道 爸爸那邊 會不會有像 我相同經歷的 那一種的 比較有深刻的 很願意要做的 其實還要看幾個 機緣 把緣分 所以 昨天 那個有人問我說 爸爸那邊 都在那邊 吵來吵去 我就說 其實我們 921剛開始 也是這樣 那我對他 其實很樂觀 他自然 在一兩年之後 就會有一些主要的 主要的 要在過路工作的人 出現 絕對有 不然 就不然就死了 對 就是這樣 一定會有 補充一下 就那個時候 實際上來第一年的時候 要你再去看我過來 那時候 那時候 頭兒協會還是 我當時 還沒找到 所以你們遇到 那個遇到時候 頭兩年在 油錢是我們覺得 是喔 謝謝 你覺得他油錢 謝謝 謝謝 其實 社會本來就有很多 對 其實 我們都不知道 怎麼 可是 就有那麼 緣分 你不講我還不知道 謝謝 謝謝 可是我那個時候 還不是 世上的 所以我也不要跟你 很奇怪 我們也幫助他 很奇怪 很奇怪 廖老師也是喔 你為什麼 多年以後 就在這邊 很奇怪 因為我們都有相同的特質 我們就喜歡 故意類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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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天真的開始 天真的開始 普遍覺得說 在搞什麼 天真什麼 可是那個開始 就是學習的開始 我們真的 因為我們不知道 要做什麼 所以我們會 隨便做 我 就好像那個 我以前當過兵 那個炮兵 第一發 那個就是 驗 十驗蛋 對 可是我們目標 在這邊 有沒有 我們就開始 那個觀測也就是說 向左 六百 加多少 距離 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慢慢 我們也在拼湊這個東西 所以那個 剛剛開始說 我們也想 真的就是很單純 很天真 全部的人在那邊吃飯 不理會外面的世界 那不該是多美好